S&M on Live Hello,我是Miga Hello,我是Sylvia 追求时尚生活 当然是听S&M on Live Hello,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S&M on Live 有Sylvia和Mike 大家好 Miga,Miga 你有很多粉丝 有很多网友 有一些自己的要求 你可不可以帮他们 是呀,我收到一个request 所以我跟Sylvia说 都要报答一下大家 要和大家分享一些东西 这位网友叫Maggie 他说Mike哥,其实 可不可以找一集 评论一下香港女生 日常穿搭的提示 因为有时都觉得 自己穿错了衣服 有些什么留意 应该怎么穿搭是最适合呢 可不可以找一集说一下 是的,所以我们做了很多资料搜集 为大家一些很简单的 容易明白的小提示 希望大家可以受用 变漂亮一点 第一个我们想说近期很流行的 新闻女王 Aman姐这个穿法 相信很多工作的working lady 都是这样穿的 是的,这些套装 其实很适合在办公室 还有对自己的身形 对自己的职位 很适合的 是的,但是合不合适呢? 这件衣服我觉得没问题的 穿得很好 不过腰带 我略嫌这件衣服 好像有点咸肉肿 因为扎得不好 因为适合穿这件衣服 那时候 一定要那个cutting 是可以落皮带的 是 但是呢,其实 因为Aman姐 都是比较矮小一点的 所以她很聪明 经常都会促回腰带的 是的,所以其实腰带是对的 没有问题的 不过记住 你要确定那条裙的cutting 对 是的,这个就明显不用cut 是的,这个就略嫌 稍为 如果上班就真的不好 矮小一点 就觉得她 没错了,我就觉得这些 不是上班的衣服 是,另外呢 里面还有另一个新闻女王 就是李思华 她也有穿衣服 不过她的风格有点不同 是的,这个有点 drop shoulder 和 baggie 这个衣服可以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件衣服是特别觉得她很松身 拍得她人很矮和很肥 是不是因为没有促腰 这件衣服是不能促的 所以我发觉要高挑的人 起码都有5呎8以上的女孩 穿衣服就漂亮了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是的 其实她穿这条裙都一样 而且穿这双boot 也有问题 这条裙如果不是搭这双boot 会好一点 是的 因为那双boot 是将她的人斩了几件 42寸长腿才好穿这两个 没错了 真的要5呎8以上的女孩才穿得好 另一位新闻女王是她 林明正 去年曝光率很高 你看她穿衣服也是有特色的 米哥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她常常露小盲腰 是 因为她的衣围和非常突出 风满 风满 所以你看她通常都是一件小背心 还要露腰的 然后穿一条长的阔褲 这种穿法现在年轻人很流行 是的 但我经常跟别人说 穿这些衣服真的要照顶 如果腰要够柔 上位 有反复上下 最重要是有曲线 这件行不行 我就对那件 土豆我梦 不以置评 因为真的很凉 衣服的颜色 是 这件衣服我不介意 但颜色很凉 这件衣服就是 去年晚装可以的 因为这件是最稳定的 所以你要穿低腰褲 老腰一定要马甲线 要练得很好 没错 胡佬身形很重要 她也有胡佬身形 对 所以穿得可以 你记住腰有 最重要是有腰的 腰的 腰的 屁股位 要够凸出来 没错 腰和屁股位 有个胡佬 胡佬尖 才可以穿这些衣服 不然我劝大家 真的不要穿 这个乐选讲者 Julianna郭佩文 很喜欢显示她身体的 不过 像Michael所说的 你有这么多厚本钱 才会显示 真的 不然就会被人笑 而且不要穿辣黑色 通常这类款 当然 因为这些是青春的妆 不是一些年纪大的妆 这些衣服我发觉是错了 好像立刻老了 老很多 不知道是年轻还是老 因为你现在有点矛盾 好 另一位新闻女郎 当然就是李佳心 大家记得台庆当时 我们说她像瘦瓦迪卡 但其实我觉得她有时穿衣服都可以 好像这件我觉得挺漂亮的 是的 因为她想尽量显示她的锁骨 是的 这件事是可以的 不过我觉得 你记住 不要每次都做这个妆 她经常都穿的 对 所以我就说 应该可以穿一些一致的领 仍然都可以显示你的锁骨 都会很漂亮 或者斜一斜的泰山装 就这么说 好像有的 她也有穿过泰山装 类似这些 所以给人感觉 你有变化 不仅仅是全路的锁骨 其实她穿衣服都算可以 因为她知道优点在哪里 好像以下这一张 她明显知道自己腰部的狐狸 所以她一这样做 其实就出事了 出事了 完全出事了 因为她好像整个人都缩了 是的 另外一位女主角就是陈瑩 她穿的衣服都是灾难 是的 因为我看到她的身形 比较上丰满 而且她很喜欢 加加配配 左左搭搭 令人更加像一切咸肉肿 是的 好像不太合她的样子 和身形 因为有少少肉的女士 记住 不要穿得太复杂 以简单为主 而且不要太露得太多 这件还露得整条腿 或者一个布料也是有些 而且不要穿得太快 因为你的人丰满 你还觉得那些花 好像大了一点的花 这件又是窗帘布吗 这件是窗帘和梳化布 中间差不多 中间还要露少少肉 是的 再加上身形又不是特别高挑 刚刚相反的 就是陈凯琳 她又不够80磅 很瘦削的女孩子 穿衣穿戴给什么留意呢 就是尽量穿一些有身体的衣服 比如说有少少肌 或者有少少肌 有少少肌 就撑起人 增加你的身体 人会突出 其实太瘦的女孩子 穿衣服是否不要太性感呢 要不就要盖着牛仔布 好像JGAR 那就不是性感了 没错了 我想说是这一张 这一张就真的 她要尽量盖 她要盖完瘦的地方 只是给你看一些突出的东西 是 但是我也觉得有少少格格不入 少少 是的 因为她不够肉 多一些东西发生 有些是猫猫 猫猫 猫猫猫 有个身体 立刻彈出来 不同的 立刻有东西看 这件衣服真的好 是两件事 完全两件事 TWINS 今年演唱会 入行22年 其实她们不经不觉 都40岁 其实不能再扮小女孩 这方面 你觉得她们有没有进步呢 我知道她进步了 她的包包就很厉害了 每一张都几十万 是的 但是那些衣服和袋子 就不太吻合 是 这些衣服给我的感觉 还未去到那些 几十万袋子的衣服 即是未够富贵的衣服 未富贵 有少少给我的感觉 都是少少佐敦 有这样的感觉 是 都去不到金钟 可能她们摆取不到那种 小女孩 是的 没错 袋子她们都投资了很多 嗯 但是衣服 尽量要改变一下 头发我觉得OK 但是衣着方面 还是停留在少女时代 还是怎么样 没错 她的照片还是停留在少女 不过你自己真的不是少女 是的 那你说到少女 我觉得不可不提的 就是这位女孩子 Marvin McCollum的成员 我觉得她是现在 时尚新一代的一个表表者 是的 因为我看到她很多衣服 我第一个赞 是她个人为力 她那种叫做 自信 自信很足够 眼神也好 所以她穿得很简单的衣服 她不算美女 但是她穿每一件衣服 都好像很有信心 而且很能够承受 像Michael说 是人穿衣服 不是衣服 他就是人穿衣服 没错 所以第一件事 你不是先看衣服 咦 又看到她了 你这样的感觉 这些是成功的 这些人穿衣服 真的是衣架 所以她已经成为了很多品牌的新宠儿 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孩子 她的衣着那么成功 她是前途无可限量的 绝对同意 所以穿衣服很重要 对呀 看到这么多新一代的女性 你总结有什么要留意呢 其实女孩子穿衣服方面 最重要是知道自己的身形 你究竟是厚 薄 还是比较丰满 你一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你选择衣服 就要特别小心了 一样一样一样说 首先很高挑的女孩子 是不是什么都可以穿 是 不过记住 不要穿得太大花 因为你比较高 你那些花一样长 被人感觉 有什么事 又要出来走Catwalk 就稍为过分了 最怕的那些就是 封闷一点 不要说很封闷 封闷一点 那些女孩子 是不是什么都不能穿呢 又不是的 你穿的比较简单 你那些花 简的花纹 所以小一点 如果不然 那些花都会变大 不要穿那么多波点 对呀 而且真的没有那么多波点 而且衣服尽量简单 那相反太瘦的女孩子 有什么留意呢 多些可以穿 有肩膀 有领 有摺摺 有摺摺 给你身体更多 给你身体 让你感觉 你的身体真的彈出来了 不然你在哪里 你哪里 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些是否 比如说下围不够阔 不是狐狼身形那些 是不是不要穿那些 短切切 林明珍的那些装束呢 那绝对 那样东西 没有人自暴其丑 对吧 刚刚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包包 你戴着几十万包包 你的衣服怎么搭呢 记住一句说话 这几年的时候 每个人都说包包 我们叫包包 是配色 配色 你要先选一套衣服 然后你才选 今天戴什么包 不要把它倒转 包包先是错 是完全错的 别人觉得 别人觉得你在这 show off 叫怨妇 对 你不想做 反而你穿上衣服 穿得漂亮 别人觉得 这个女孩子 或者这位太太 所以记住 是选了衣服 然后你先去选袋 还有 刚才林明睛有个错误 就是她的衣服 九彩 究竟穿黑色 还是九彩色 不是九彩色 如果穿那些有颜色 不要全黑 我发觉香港很多女士 喜欢穿全黑的衣服 我也是 记住 黑色可以 但是你一定会 acessorize 例如一条链 甚至一条链 甚至一条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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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东西 被人感觉 你不要在 人从云层罐中 找不到你 找不到你 所以要特别小心 而且你很紧张 就是布料问题 是的 所以你不需要多买 但你买一两件 漂亮的 质地布 其实不是特别贵 而你摸下去 咦?有质感 那就差很远 其实这样才配到你的包包 不是的 你的包包几十万 但你一看这件衣服 真的好像说得 不要听一些淘宝 真的觉得你的包包是真是假的 OK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Mike哥的意见 或者如果你们有什么穿搭的问题 或者一些相片 可以随时送过来 给Mike哥给你评论 可以吗 或者我会帮你们一起去选择 我们没任何欢迎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电视频 记住 就是给个like 和subscribe 和介绍给多些朋友听 记住 下次见 拜拜